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季净利符合预期达到马银行投往研究和市场全年预测的14% 随着建筑业在有条件管控令后逐渐恢复正常 行家估计高美达的净利在来临的季度会有所改善 高美达会再推出总值4亿300万令吉的产业项目 同时还有一亿2300万令吉的房产库存 相信接下来的销售业绩会引头赶上 行家暂时维持净利和全年的销售预测 卖出评级以及目标价23仙